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明 哇 今天很开心 因为有新车送到我的家门口 现在就带大家去看 第一次这样子拿车 感觉有点兴奋 反正真的是我自己拿车这样 拿新车 我觉得现在就只差一束花罢了 蓝色很漂亮 真的是太漂亮了 牵车一试 不过在这之前 消毒工作还是必要的 喷高它 开完全部床给它通风一下 我们就去试车 BGM 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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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去年的 8 月 VW Malaysia 在我国推出了号称最美 VW 的 五门六倍式美型防跑也就是 VW Arteon 了 但是当时的这个 Arteon 搭载的是低功率的动力组合 并且少了这个 4M全齐系统 活生生变成了长得很会跑的前驱绑车 当时我在试驾了这台车过后就发现了整台车有点重 而且动力方面有点慵懒 不够积极 好像真的是只靠样子吃饭而已 相信 VPCM 就发现到这个问题 于是他们就改变了策略 小改款他们就直接推出有实力又有颜值的高功率版本 而且只贵了 2 万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个 Facelift 版有什么不同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小改款的 Arteon 在外形上有什么改变呢 乍看之下好像改变不大 但是魔鬼都在细节处 首先这个 LED 日行灯灯条的设计 这回就一路延伸到这个水箱护照里面 那这个也是 Volkswagen 最新的一个家族式设计风格啦 这个东西哦 晚上的辨识度超高 而且非常非常的漂亮 我这几天在开这台车在路上的时候啊 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个东西 回头看多一眼 就连警察叔叔看了啦 都特地转过来 看这台车 多意思 而保险桿呢 也是设计稍微有所不同 这一边这个进气格杉呢 换了一个新的设计 我觉得是更加的好看啦 那这个是一个 R 类的套件 所以整体看起来是更加的运动化的 重点是这里哦 它有一个真正的刀锋扣设计 是给这个刹车散热的 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是这个 厂徽以及这个 R 的这个 Logo 呢 都是 最新的一个设计 我是觉得更加的漂亮了啦 我国版本的 Arteon 依旧是采用这个 19 寸的 Montevideo 双色轮圈设计啦 那其实还是蛮称这台车的 然后它的轮胎呢 是 Pirelli 的 P0 这个轮胎还有一个 SEAL INSIDE 的技术 就是它的轮胎内侧里面啊 有那个黏合胶 在你踩到钉的时候啊 它会自动复合 所以你踩到钉了 你也不用去补这个轮胎 还蛮特别的 这一车车部分我们可以看到是 没有改变啦 只是换上了这个最新的 R Logo 那我觉得这个 Lapis Blue 车身配色 是很称到这台车的 整个看起来就是 非常的优美 造型又很优雅的感觉 还有就是这个后轮拱设计 这是我个人最爱好的一个地方 非常的阳刚 这台车的长度比 Passat 长了 87mm 轴距也长了一个 51mm 达到 2837mm 让这台车在身形上更加接近它的日系对手 也就是 Camry 和 Accord 了 车尾部分也是有些许更动 最明显的就是这个 熏黑式的尾灯组设计啊 我个人觉得这个真的是大佳 因为它采用了一个 黑色 搭配红色 然后里面这细节呢 也是一个立体式的设计 整个看起来就是很精致的感觉 而下方的排气尾管呢 也是有所不同的啦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次是一个 双变双出的 假排气尾管 但是我觉得奇怪的是 其实它下方呢 是有一个真正的 Exo Spy 来的 所以为什么它不要做一个真的呢 上回介绍这个改款前的 Arteon 的时候 我讲错了 它是支援电动尾门开启 脚踢式操作的 但这回这个小改款呢 它不只支援开启 动作还蛮快的 它还有一个很特别的 那就是 当你开完过后 我再脚踢多一次 它是会关 可是 它会感觉到如果人在这里的话啦 它是一直想一直想 它都不会关 直到我走掉 然后我再靠近的话呢 它又会自动打开 Arteon 的尾箱容量为563公升啊 那我觉得这种 Fast spec 的这个尾箱开口真的是非常的实际 因为它是连后挡风筋整个一起上的 所以它开口是非常的大的 而且还支援这个64后座倾倒供呢 所以基本上这样大个的一个行李箱啊 你都能直直这样子放进去 尤其是在你后座倾倒过后 什么大型物件都不是问题 打开这个贝格式引擎盖 里面就是小改款的最大卖点之一 那就是高功率的 EA888 了 这具经典的2.0 TSI 涡轮质压引擎已经演变到第四代 那这具引擎呢 就是和这个8代的 Gold GTI 是一样的 但是它的输出 比 Gold GTI 还要高 最大马力达到了280PS 而凤之扭力则是350Nm 比起这个之前的 Arteon 那个190P是高了 90PS 凤之扭力也多了一个30Nm 并同样搭配7速的 DSG 14 双离合变速箱 但是这一回这个小改款 Arteon 是多了 4M 全驱系统 这样的一个组合之下呢 它的 0x 加速只需要 5.6 秒 比起那个该款前的 7 点多秒 是快了蛮多的 是不是真的这样厉害呢 我们来做一个实际的测试好了 WOW 内装升级也是重点之一 主要是以提升质感为主 那中控台的上半部这个地方呢 整个是重新设计过的 我个人就觉得这个空调出风口设计是漂亮了很多 然后这里还有 不同的这个 饰板搭配啦 有这个银色的钢琴黑 上方还有这个 有一点 Texture 的这个银色色调 整个看起来就是很精致的感觉 然后这边呢 还有这个 非常质地 非常好的软束脚 还有缝线处理 然后这一整个设计呢 也一路延伸到这个门板这里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大加分 那除了这些呢 还有这个方向盘 它也是换上了和GOLF M8 一样的这个 最新一代的WOXWOKE 方向盘 照片上看起来不怎么样 但是我实际上看到这个实体的时候 我觉得 哇 整个感觉很精致的感觉 而且手感超好 它这个 比较粗了 而且这边还有这个油骨的一个设计啦 握感很好 而且我很喜欢它这里 还有这个 打孔式的一个 处理 就抓起来 其实那个手感是非常的棒 再来就是它的这个新的这个 VOXWOGO 我觉得这个走Minimal Museum是整个看起来很有质感啦 然后它的这个按键呢 也是 换成了一个 热触感的设计 它是没有那个 有啊 有 其实有那个震动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它有一点点的 当我好像这样子 连续按几下的话 它有一点反应有点慢 同样也变成这个热触感设计的是这个 空调面板 但是它这个空调面板的这个热触感蛮特别的 它是采用一个 它还多有一个slide 的功能 对 你这样子slide的话 它就是 会有反应的 而改款前会有科技感的这个Digital Cockpit 数码预表盘以及9.2寸的 Discovery Pro 多媒体资讯里的主机呢 也依旧存在 并且同样支援手势操作以及 无线Apple CarPlay 与Android Auto手机互联工能 可惜的是 它的这个排档感呢 还是和改款前 Ateon 一样 就是这个 传统的排档感设计 而不是 Golf 8 那个最新的 电子排档感 全部都很有科技感了 就差这个而已 然后我还有注意到的是 上回改款前Ateon 上方这个很漂亮的 飞机氛围灯 在这回呢 是被卡掉的 那这一次这个小改款呢 还采用了这个类似跑车同里设计的一个运动座椅 而且 同样还是这个Nappa 皮革的这个材质啦 并且这个司机座呢 也同样具备记忆功能以及这个按摩椅的功能 在配备方面 这台车的音响系统由之前那个表现Mamate的Dying Audio 换成了Harmon Carden 但是一样还是700W 喇叭方面多了一颗 总共有12颗 包括subwoofer的低音炮 哦对了 份尾灯的颜色也升级成30种了 每个部分还可以调不同的亮度 它有5个驾驶模式 分别是Ecore Comfort Norman Sport 以及Individual 其中这个Individual 你还可以客制化你的DCC懸吊硬度 15段调整哦 这个是我目前看过最给的 但是这回我最关注的是在安全配备部分 因为这个小改款 这回终于导入了部分的先进主动式安全功能 包含了这个车车盲点侦测 后方横向来车警示以及 车道维持辅助的这个功能 但可惜的是它少了这个前方碰撞预警以及 自动紧急刹车这两个我觉得 蛮重要的一个功能啊 以及许多人都追求的 主动式定速巡航 by anyway这个东西我是问了我朋友 据说原厂是得不到执法单位的批准 所以才少了这两个重要的功能 我印象中也是有听过这个说法啦 然后根据我朋友说呢 其实这台车的这个steering啊 还有前面的那个logo 都已经是ready for 这两个功能了 所以你只要另外买到一个雷达 Plug and Play 加装上去就可以了 2000 块以内就能搞定 而且我朋友现货 不止 Arteon 还有这个T罐呢 和 Passa 也是一样 只要加装这个雷达呢 你就能实现 ACC 还有前方碰撞运进自动紧急刹射的功能 哦 还有一点就是它的这个 前方的头灯组呢 虽然是有这个随动转向 但它没有这个 主动远近光灯的功能 这一点我是觉得蛮可惜的 后座部分其实没有什么更动啦 那空间表现也是依旧非常的出色 包括这个腿部空间是吓死人的宽 那前方的这个 半桶椅设计啦 其实它并不像那种AMG真正的Bugget seat 一样会 吃微子占空间 但是这个并没有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来的 而且它还蛮实用的 就是它后方有 蛮多Bugget的 这边还有两个小Bugget 你可以这样放电话 诶 可以看YouTube 了 这样子 还有就是这回这个小改款的后座空调出风口呢 也比较精致了一点 它有了这个 钢琴黑的试板 然后 多了两个button 你可以控制你的这个温度 这方面是有upgrade的啦 嗯 其他全部一样 嗯 打开下面这个板哦 里面还有一个12V的电源插座 以及一个 USB Type-C 的插口 那USB Type-C 这辆车 全车是有三个的啦 一个在这里 然后这个中央副手箱里面是有两个的 前面有一个很浅的一个放手机的tray啦 但那个tray很奇怪的 它不是一个wireless 手机无线充电插座而已 我觉得这种车就应该有这种东西啊 那首先我感受到的是这一台车的这个DCC电子旋调真的是太舒服了 我觉得什么Mercedes C300啊还是这个BMW 330i啊是完全不用来的 至于不久前我才试驾的那个330i 啊 它有电子悬吊 就稍微比较的过但是我还是觉得这台是舒服太多了 而且我现在还是在一个 第13段的一个设计哦 这个已经是很运动的一个设定了 调到comfort的话 哇 瞬间 整个那个悬吊是变软了很多 好像有cushion这样子 而且它的这个底盘还是依然是很扎实的 尽管那个悬吊的设定也是超级软 你不会感觉到什么摇晃之类的 因为那个车体是很firm的hold着这一些多余的摆动 其实这台车的重量是达到1700多公斤 但是我丝毫感受不到这台车的任何分重 它开起来还是很灵活很轻松的感觉 而且它的方向盘手感又很轻哦 我觉得女生会很喜欢这样的一个设定 可是它轻到来它又有一定的一个手感 我觉得这一方面 就让这一辆车开起来就是很 很容易上手的感觉 因为你真的是丝毫感受不到它 很大量 没有那种D-segment的感觉 然后它的这个DHG在这种走走停停的情况下又不会有一贯的那个 之前的那种顿挫感啊 这点是比我的Jeta好很多的 我觉得它是一辆很daily friendly的车 哇 还有这个MVH 它的隔音是很好的 我丝毫听不到外面的任何的这个 杂音 还有吵召声啊 然后它的震动意志方面 我刚才过这些 坎啦 它是完全把那些震动吸收掉整个就是 这样子的感觉 我觉得 工程师应该在底盘方面下了很多功夫 包括 车脚啊那些Bush啊那些 然后这台车 整体的那个奢华感 Solid感 我觉得它丝毫不输给Mercedes 还有BMW 还有就是它里面的这个View Quality 也是很得戏 这也是我喜欢Volkswagen 的原因 OK啦那现在我其实是前往打疫苗的途中 所以我就有机会上这个 高速沟路测试一下这台车的性能 然后刚好现在是下瘾 也可以顺便试买它的这个FORMOTION全驱系统 到底Stable steady啦 那有一点东西是 它的这个车道维持辅助哦 真的是会 你一旦 踩到那个线它就会把你拉回来 我觉得 我还是关掉比较好啦 因为在马来西亚开车 这个线很容易踩到 过了这个弯 虽然不快但是 很明显的感受到和之前的那个前驱板 很不同 之前那个前驱板它就一直在推头 因为它车都很重 然后 又没什么力了 这个全驱板真的是好太多 OK我们上高速公路了 油门全踩 有点Turbolec但 这个才是防跑嘛 TSI DHU黄金组合就应该是这样啊 哇而且真的很好开 好开太多了 而且现在还是下游 我完全感受到这个四个轮子是很贴地 很咬着地的 非常的平稳 OK先放慢这个时速 我尽量把话讲大声一点啦 因为 下大雨 我每次路这个 开车的片段的时候 试驾的片段都会下大雨 我问我为什么 我觉得之前的那个Arteon啊 太过 Eco Mode了 那这个 它的这个动力 这个饱满度啊 还有这个 换挡的速度啊 就真的 这个才是DSG啊 好前面有个碗 我稍微过快一点 哇 这个车尾响应非常的好 完全没有推头的感觉 不要忘记我现在是在一个湿滑的路段了 这个真的是好过之前的前驱版 Arteon太多了 我觉得我找回这个VoX Fragon的感觉了 这台车真的是有 包括它的这个换单满意 我觉得我现在调去Sport Mode试试看 哇 一点都不慵懒 非常的积极 它的这个速度是上很快的 然后这个牙箱反应也是很快 就典型的Dual Clutch 不是典型的Dual Clutch 是典型的DSG 这方面我觉得 Mercedes-Benz的那个9G20 是不用来啦 BMW的ZF发速呢 是比得过 可是我在开了那个 BMW 3 Series 牌 我是觉得 还是这个DSG 它那个感觉比较爽快 它的这个刹车其实 不会太过刺 也不会太过软 其实 VoX Fragon集团的车 刹车方面不会太差 虽然说它的这个速度上很快 那还有换单反应也是很积极 但是我觉得 它的这个加速的感觉 并没有 到非常激情 没有像Golf GTI 还是Golf R这样的暴力 甚至我觉得和 BMW 330i 相比起来呢 330i 还比较狂野一点 加上这台车并没有 VoX Fragon 性能车 一贯那个换单的放屁声 回火声啦 DSG Fragon 而且排气声浪其实也 几乎是没有声音啦 有这台车其实它 排气声浪 它有一个就被称为 Sound Doctor 德语 简单来讲就是Fake Sound啦 那你当你在 打开 运动模式的时候 大家应该稍微听到了啦 它的这个喇叭就开始出一点声音 但也不会说非常狂野 我觉得这方面呢 整个加速的感觉就是给我一个 应该用沉稳来形容 就好比那种经过历练的大哥啊 在遇到有人来砸场的时候啊 他就是很淡定的在坐在那边喝几口热茶 然后一个不留神 静悄悄的就把所有人给干掉了 不像李小龙那种 一进来就呼哈呼哈的那种 啊 李小龙的话就是Golf GTI和Golf R 那这一个就是历练的大哥 接下来就到操控的环节了 那现在不能上运顶啦 所以我在附近小试一下就好 首先 先切换这个最热血的运动模式 但在这之前我想吐槽一下就是 这个驾驶模式的按键啊 设计有点 Kick 水 就给这个排档杆的设计顶到了 估计这个是左驾版的设计 然后右驾是没有改过来啦 Anyway 换去Sport Mode 感觉有点不一样了 稍微拆拆油 哦 所有东西都很够 我觉得可以用得心应手 如鱼得水 随传随道 来形容它啦 我不要喜欢用Pedashift 因为 我可以 自行降挡然后 感觉更加的激情 更有激情的 而且它可以拉到很高转哦 哇 这个 4Motion 一流 5Motion 哇 直接刚上红区哦 刚才接近7前转 它才自己进档哦 哇 这个刹车真的是好聊 非常的 Steady 哇 这个感觉 哇 在手动模式之下 更加暴力 OK 这里是个机弯 你要踩煞车 退档 再过 哇 这个车尾的反应 真是快太多了 非常的一体 Oh my god 太爽了 但是和我之前开的这个 BMW 3301 相比 我觉得这个 All wheel drive 4Motion 它是 比较 干脆的 那个3301 因为它是后驱的关系 所以它会稍微 多了一点乐趣 那这个 4Motion 呢 就是比较干净利落 它就好像 乖乖的 帮你做完 对 就做完这些动作 一切仪器合成 干净利落 这样子 各有各的好了啦 我觉得这个 4Motion 开起来就更加容易开 也更加的安全 但是如果 你是老司机的话 我个人 觉得后驱会稍微好玩了一点 这个 给到你了 就是一个 很直接的反应 我觉得这个 Ateon 的 XDS 系统啊 真的是帮到我不少 这个 XDS 呢 它是 好像我在这样子过完的时候啊 它的这个内侧的车轮呢 它会限制它的这个扭力输出来 做到一个更精准 更 极限的一个转弯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 真的是又一直在做工啦 因为我现在过这些车轮呢 我觉得已经是过到 有点不可学了 但是动作非常的漂亮 只能说有这些电子系统呢 真的是让现在的车子 更容易开 而且我觉得这样一个 温文尔雅 斯文到位的设定呢 其实反而更加适合 Ateon 这个 行政房旁 就开的人开心 坐的人也舒服 然后他也觉得 诶 OK 一切都稳 稳定 hold得很好 So 不管是司机也好 不管是乘客也好 他们都很满意 最新的 Volkswagen Ateon R-Line 在我国的售价为 248,093 令吉 那这个价格是100% SST 豁免过后的价格啦 在今年你可以以这个价格买到它 因为它是一台 CKD 的车型 我觉得这回 Walks & Go Malaysia 把这个小改款 换成真正的 Ateon 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因为之前那个 只便宜2万块的 低功率版本呢 真的有点不行啊 无法说服我不去 Conversus 的 C200 还有 BMW 的 320i 但这一回这个就对了 因为在规格上 它AIM 的是 330i 还有 C300 但是只卖 C200 还有 320i 的价钱 但对我来说它更加像是 清明版的 Audi A5 或者是 BMW Grand Coupe 因为你买到的 不只是一个豪华行政房车的 Package 它还多了漂亮和时髦的外形 从这台车下来 你肯定是比较帅的那个 不要看logo啦 那对于那些看logo的人类们 我就不敢打包票包证了 没有错 这就是 Ateon 在本地市场的 最大挑战了 说到 Package 它相比起 330i 还有这个 C300 啦 便宜了一个 45 万令吉 以性价比来讲它是有的 但是它要说服的是 C200 还有 320i 的潜在买家 还有我个人觉得和这一台车 整体的 Package 很接近的 Mercedes A250 除了空间以外啦 如果你不看空间的话 A250 和这个 Ateon 呢 基本上在性能 配备 还有整体的 Pansina 上呢 都是相当的接近的 而且 A50 是一台奔驰 奔驰哦 朋友们 但是奔驰的保养呢 如果你可以厌场的话 每次都是一个思维数 而这台 Ateon 呢 是有三年的免费保养 以及五年的 Warranty 所以拉长补短来讲 这台车还是比较有性价比比较值得的 OK啦 总结而言啦 中立的来说 我真的觉得这是一台好车 它给你满满的性能 还有操控 同时在配备上也是很丰富啦 该有的有啊 好像分为灯啊 Harmond Carden 啊 等等等等的 同时它也给到你和你的家人 非常充裕 足够 又舒服的这个内部空间 实际性也兼顾得到 在这个价位上我可以讲它是相当的全方位 相当的有诚意了 只不过如果你比较喜欢 暴力一点的加速感 又或者是你对这个驾驶上 想要有更多的参与感的话 那我觉得这台车可能就不太适合你了 请花多一点钱去买BMW 330i 好啦 今天的这个试驾影片也是时候结束了 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一个最新的Artian 如何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觉得我趁这台车吗 还是这台车趁我吗 也留言给我知道 然后这个蓝色适合我吗 OK 好啦 喜欢这期影片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按like 还有按share share出去给更多人知道 以及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rim